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亿万富翁跟索罗斯一起合作 索罗斯的商业伙伴 巴菲特的商业伙伴 美国亿万富商 这样的人说 而且说的比咱们那种宣传成绩的那种文章 还要热情 您觉得有没有有点奇怪 我最近就发现了查理蒙哥先生 作为美国亿万富商 他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改革所取得的成就 那种热情赞美 而且他那个赞美当中就透着四个字 叫党主改革 党主改革 中国共产党领导改革 就是党主改革 所以呢 他说中国共产党领导改革 各个关键阶段 那个分寸拿捏之好啊 比美国聪明 他说中国这个体制 这种灵活性啊 表现的比美国聪明 他说中国发展的势头比美国好 他说中国共产党 这种善于学习 它是具体讲一件一件事的 什么土地问题 房子问题 人口的问题 大家一个一个具体事 他讲 中国这种善于学习的方式 世界各国少有 那这这这这种表扬 假如是我们自己的报纸上 这种宣讲 讲我们的取得成就 我一点都不意外 但是同样的话呀 你由 你由巴菲特的沙耶伙伴 美国UF上 查理蒙哥先生说出来 哎 我上期我说了一个观点 我说这很像是给我们正在开的大会 和马上要开的更大一个大会 限辞 啊 当人家诋毁我们的时候 说我们独裁专制黑暗 骂我们什么大规模种族灭绝的时候 我们必须给他们反驳回去 但是当人家夸我们的时候 我们也不能照单全收 我们说谢谢你 你对我们的肯定 我们还有一些地方做的没那么好 因为我们确实 就是有成绩 有困难 有问题嘛 是吧 他夸中国 比方说他骂 关于卖地的问题 地方政府卖地啊 这个土地 就土地财政问题 这些年来 实际上是很多时候遭到诟病的 当年我们的朱总理领导 我们闹改革的时候 分税制嘛 地方财政 卖地的钱是归地方财政的 地方财政的钱 地方财政就特有积极性啊 那个时候连同朱总理在内 谁也没有想到 卖地能卖出这么大一堆钱来啊 支持地方政府有钱 说地方政府的钱 所以你看 很多地方的办公大楼盖的 我去过某一个县 他那个县城的广场之大 人家告诉我 这begist square in the world 最大的广场 我天哪 这么大的广场 说只比天安门广场小一点点 因为我们不能犯僭阅罪 哇 还有经济特别差的 某一个市 大狼 全国往后排 但是你瞧瞧人家政府 在一块新开发地 建的那个地方 那钱都哪来的 都是地方财政 而且地方财政 后来有些别的问题 但是同样的问题 在我们这次广受过病的 在芒克先生看来 说尽管卖地的收入 早已经成为 后30年 各个政府发展的重要资金 然而对于趋于炙热的楼市 及其过度依赖 房地产市场增长的发展模式 他看到的是中国政府选择正确 他说中国政府果断的收回财权 准备退出房地产税 用这种方法改变中国的增长模式 你看 同样一件事 我们见到了大量的批评 但是 查理曼格先生 作为美国的这种金融家 他看到的是中国政府 现在地方政府靠这东西 产生那么大的依赖性 政府说收回来就收回来 而且现在在搞房地产税试点 这大家都知道 为什么他会对这个问题 有这么强烈的感受 因为他是美国人 因为他对美国政府的运作很熟 因为这种事如果发生在美国 政府想收回来 根本就没有可能 人家吃惯了 吃惯了 吃惯了就跟你喂那个狗 狗护食一样 你护食的狗 你要把那他吃的东西拿过来 那狗敢咬你 美国就是遇到一群护食的狗 这个护食的狗 就是那些顶层的 美国赚的钵满盆满的 那些精英之辈 政府根本就不敢做这样的事情 不敢得罪 但是中国政府是中性政府 以人民之心为心 中国政府看到这些事情的问题 说解决就解决 所以特朗普在认识的时候曾经说过这样的意思 说哪怕有一天 有一天他能够行使像中国政府这样的权利 那也不得了 所以有人骂中国政府是威权政府 威风的威 在这还是有点威权的意思 这个查理曼格先生说 收回财权 土地财权 房子产税用这种办法 致力于改变中国的增长模式 他认为牛大法了 中国能这么做了不起 他说明这是中国政府一直在学习 中国适应的市场经济的过程当中 这些特别是中国这些事情 都是要通过试点的实现 显示了中国的这种管制模式 不是一种方式 在处理国家和社会问题 而是以一种尝试的 学习的 犯了错误 在修正 在完善的这种方式 不断的来提升自己管理社会的能力 你看 又表扬我们政府 在我们中国很多知识分子看起来 这事情必须声讨的事情是 人家查理曼格先生看到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看到了中国政府的学习 中国党主改革所取得的成就 他论述说 你反观美国市场经济制度 他没有这种弹性 中国政府充满弹性 美国政府没有弹性 中国政府不断学习 美国就没有学习 当政府的角色 只能局限于被动的当个监管者 面对所有的那种热烈的投机商 要吵客 那政府只能后知后觉反应 而且所有的监管措施最终 最正是屈服于市场 最终屈服于市场的力量 最终惹不了的就是华尔街 跨国巨头企业 他是查理曼格 他是美国亿万富翁 他是华尔街的大佬 他居然都说这样的话 那这话是说给我们听 还是怎么着 我觉得这话 第一说的是对的 第二呢和中国对比 他认为美国这是差距 他这是占过了很多便宜的这么一个大佬 现在他认为美国这套不行啊 没有弹性啊 美国现在政府自然而然的会落到一个被动的地位 只能被动的跟着市场往下走 而纯粹的这种市场的路线 美国体制会遭遇大问题 他说08年美国金融海啸 席卷美国 席卷北美 席卷全球资本市场之后 为了避免所有的金融机构倒闭 美国的民怨沸腾 就是所谓保卫华尔街运动 每届美国政府 那怎么办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每届美国政府都去借债 借债已度日 每届美国政府只能落得以债养债 不断提升国债 上限以支持早已疲惫不堪的经济 这是美国社会的现实 而中国政府不是 中国政府发现问题 国断改变发展模式 那中国现在这种发展 在他看来 中国的做法 他才真正的带动实质企业的盈利和增长 人家是玩虚的 我们中国也是有一段时间 不是拖时向虚吗 互联网金融家吗 就以为 靠那种花里胡哨的金融衍生品 我们发展起来 学美国人搞一个金融衍生品 拖时向虚 后来发现条路走不通 走不通 我们才终止了那条路 但是P2P爆雷有多严重啊 我们多少企业开始玩票 制造业很多人搞不下去了 我认识的一个搞实业的 都当了这个相当级别的代表的那种人 都说干不下去了 他说我跟你说 我都干不下去了 你随便去盖个房子 你随便炒个股 你赚的钱是我多少倍 我现在搞实业 我真的搞不下去了 我们也曾经有过这种情况 但是人家 查理芒格先生看到的是 这种情况出现之后 中国怎么就有弹性能改造过来的 美国政府只能屈从于市场 屈从于金融大佬 哪有金融大佬 叫他干什么 他敢不干的 使用丫头拿钥匙 但是中国政府就有这种权威性 他说除了中国制度的这种灵活性 中国制度的弹性以外 中国的根本这个体制 他赞美的词我觉得都很热烈 他说中国体制 中国体制带来的什么东西呢 就是中国带动企业庞大盈利和增长的事实 不仅是弹性的问题 而是这种根本体制所带来的 你现在就环顾全世界各国的市场 所有的企业 根本不可能寻找到 类似中国那样庞大的 庞大的规模 根本不可能有中国市场那种强劲的动力 中国市场一较大 二较动力强劲 查理芒格先生认为全世界数不着 相当于毛主席诗词 风景这边多好呀 他说尽管外国媒体在中美贸易战争初期 一直吹奏外国资本 外国企业会撤出中国市场的消息 而且振振有词的形容 监管机构的介入将会很快加快 外资企业在中国的调整的步伐 全都撤走 但是实情确实 只有中国能够为这些企业 带来巨额的盈利和增长幅度 那些撤资的企业 传闻压根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这句话我觉得作为对中国 中国在贸易战以来 美国呢 甩给我们的所有的东西 我们接住了 这是一个注脚 这种注脚从美国华尔街资本家说出来 那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肯定和赞美 中国确实做得不错 美国人确实是 特朗普当然想甩过 蓬佩奥那时候确实是想 想把这钩撤掉 但是戴琪啊 就是美国那样想黑了吧唧 年纪不大 怎么聊老内婶啊 戴琪说这钩还得搭上 不用你搭了 本来就没脱钩啊 在这有钱赚 为什么要走啊 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能提供 在中国市场如此巨大的市场 你的东西卖过来吧 我市场大 你得造东西吧 我什么都能造 你得赚钱吧 只有中国这地方能赚这么多钱 那你还跑什么跑啊 就没有可能跑啊 所以美国的 美国的这个 我说我上期讲 美国的著名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叫 Richard Wolf先生 美国著名的 马克思主义竞技学家 他说美国 跨国资本是诚实的 只有在中国能赚这么多钱 所以美国政客甩过中国 美国政客是要把中国甩开 没有可能 美国从中国 只能扩大进口 扩大40% 甚至外贸增长80% 需要中国的东西吗 最近美国电动车 特斯拉成了全球 首间市值过万亿元的美国企业 几乎每天的股价都在创新高 马克先生认为 这是得益于中国市场啊 得益于中国市场和生产中心 为这家企业带来的成本的优势和增长的动力 大家知道上海啊 特斯拉 我们给他提供了什么样优惠的条件 人家特斯拉为什么到中国来 马斯克对中国特别的特别垂青啊 没有啊 马斯克见了一次马云 跟马云谈完了以后 马斯克回去以后 觉得自己脑子不好使了 因为马斯克讲的都是未来科技啊 什么什么想象力 马云谈的都是我有钱 我任性 我有钱 我说了算 你说的东西 不因为我说的有道理 马斯克晕掉了 所以按照蒙哥先生的说法 那就是因为中国政府提供的这样的一种 让特斯拉的成本能够降下来 而且企业发展强劲的动力 中国在这个过程当中 一直没有停止过 就是 对 应该这么说 就蒙哥先生看到了 特斯拉在中国的这个发展 那创造了万亿美元的市值 但是他同时看到了 中国政府在发展自己的电动汽车市场 自己的电动市场的这种促进监管 包括出行数据的规范 包括对特斯拉这种监管 他说微妙的就是 你对特斯拉中国市场这种监管 这种介入 特斯拉不跑 特斯拉反倒在这根扎下来 而且呢 特斯拉和中国的配合 他说你看这个例子 说明什么呀 这个例子正说明 说中国的监管会下滑外国企业 这个特朗普政府说那些话呀 靠不住啊 在中国能够赚得丰厚利润的企业 根本就不会害怕 中国政府对市场的正常的监管措施 因为这些企业比任何人都清楚 他们比任何人都需要中国的市场 而监管是市场繁荣的重要前提 而监管则是中国市场发展的模式 没有秩序的市场 那对外国跨国资本来说也是不利的 他说中国市场监管机构 介入这个 介入严控经济繁荣的水平 就是因为这个过程将决定国家发展的这种转向和模式 所以中国的领导 他一点都不介意赞美中国领导人 中国领导人清楚 即使市场上表面出现了可观的增长 事实却不见得代表对实体经济实际贡献 所以在这个时候 政府的调控 政府的介入 就更具有掌握国家发展模式的重要性 也就是说 这在中国不就是两句话吗 一市场的调节作用 市场配置资源的什么什么作用 二政府积极的介入 在中国变成两句话 那现在这两句话 在实际经济生活当中 像查理芒格先生 他看到了中国政府这两句话 落到实处 中国市场比起美国市场的这种各种优越性 查理芒格先生有一个重要的思考问题的方式 他就是不断的把中国的事情和美国的事情做对比 他了解 显然他了解美国 太了解美国了 他看中国 相比之下 美国股市虽然不断的创新高 屡创新高 但是美国的实体经济 逼不过产业空心化呀 国家是不断发票子 以债养债呀 这个命运是个宿命 这是个什么问题呀 这是个要命的事啊 所以他就把他的资金投向了中国市场 因此有人就这个揭露芒格说 他之所以说中国的好话 是因为他把这个钱投到中国市场来 这么说也不错 但问题在于 他为什么一个美国人 美国一般不 他把钱投到中国市场来 中国市场如果不好 他会投到中国来吗 中国市场如果不赚钱 他会把钱都扔到中国来吗 这就是押宝 他押到这儿来 总有他押到这儿来的道理呀 他认为美国政客 只会自欺其人 美国的所谓制度约约性的说法 现在越来越发现 这谎言呢 替代现实 而且美国人就不私信取 这用中国的话说 就美国没有与时俱见 美国制度缺陷越来越明显了 而且这种制度缺陷 却被包装成完美 并且依然以他们的标准为标准 依然呢 要中国解决各种问题 以美国的蓝本为蓝本 这事不就是我们现在最反感的 美国的教师爷态度吗 什么时候 美国政府 美国的政客们能够学习 查理曼格先生 这样呢 资本家有点实事求是的态度 有点实事求是的精神 不要那么提高的一下 教师爷的方式来对待中国 不当教师爷 那中美关系 我想一定会有一个新的局面 因为那等于说 你实事求是的吗 有什么问题 解决什么问题吗 有话好好说吗 彼此尊重吗 你如果真是那样的话 我倒觉得资本家 查理曼格先生 关于中国的这种评价 我们是对我来说 有很强的参考价值的 好了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下期见